战斗机甲老夫子 如果说S8地下魔道团的机制是科技与狠活的话 那么战斗机甲读老夫子那是纯纯的版本答案 这S8还没上线呢哪来的版本答案呢 哼 就这老夫子家机制还想着上国服 追踪更多精彩内容 三连支持 虽说现在这个强度的老夫子根本走不出色式服 但不妨碍我们体验一下现在的老夫子 也顺便说说下赛季的整活羁绊 战斗机甲的效果 类似于神龙尊者和传奇伴神的结合 我愿称之为设计师没活了 开始搞融合了 S8怪兽不太合呢 S8.5就能一起搞共和了 开局第一个符文 咱们拿下珠光莲花 场上换上三机箱物两平民英雄 目前来看机箱物只能当个前期阵容 姬哥这赛季只是一费卡 有点C不动 2-3遇到一家机甲转的花木兰 这机甲转可是好东西 下赛季的整活预定款 现在老夫子的装备推荐杨刀泰坦正一只手 强度在PBE还是可以的 但现在弹强度那就是纯纯的耍流氓 具体情况还是要等上国服再看 有道理 来到第二个符文 英雄强化符文 我们拿下德莱文的全队强化符文 拿完符文回来遇到一家同行 他给老夫子选择的气血 气血在每侧服不太行 没有正一只手好用 两胜一败来到大雪 大雪拿个大剑老夫子 回来直接换成三机甲 再把装备给老夫子合上 一胜一败来到狼哥 狼哥给了斗篷和大剑 我们再给老夫子合个气血 把回复拉满 来到最后一个符文 拿个狩猎绿洞 回来拉到七人口阿古朵来了 话说阿古朵的皮肤是合金巨兽 但他不是机甲 我不是很理解 4-5老夫子二星了 我也是换上四豆式 浅看一下三机甲四豆式老夫子的伤害 5-5老夫子的伤害 5机甲四豆式老夫子已经就位 让我教教你什么是尊师重道 5-5老夫子的伤害 5-9老夫子的伤害 莫好看手 三姐快上出来啊 三姐你都没上来啊